起洞湖 位於平地與原鄉交界處的 水門轉運站7號舉行洞土典禮 總工程經費超過5000萬元 設計有八席月台 匯集台24線及平185線道等交通要道 將可帶動平北地區發展 這個轉運站未來 它可以北到這個新峰的高速的大津 步步到挖梁山步步沿著185線 馬家 山地門 然後甚至到沿著185線到潮州 那甚至可以這邊發車到屏東市區 還可以未來的跨域的跨境的 這裡到這個左營高鐵站 轉運站將以低碳與節能的綠色工法呈現 同時融入原鄉意向設計 未來不僅成為進入原鄉地區的重要門戶 來推廣原鄉文化及觀光產業 更成為原鄉族人對外的交通枢紐 未來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轉運站 有23條的路線 我們可以到潮州 我們可以到各個網路 到各個節點特別是高鐵 沒有一個好的交通 我想對我們的觀光發展 或是對我們的學生的就學或是就醫 都有很大的影響 方便我們的遊客可以直接從高鐵 從我們的潮州火車站 直接由我們的客運 我們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交通的連結 比較方便來到我們水門 屏東縣政府依據現境內各路網條件 都市發展及人口聚集的情形 陸續規劃屏東 潮州 芳寮 水門 東港 恆春等客運轉運站 建構完整的公路運輸 路網服務 明年六月水門轉運站完工後 能讓民眾和遊客享受更優質的交通服務 原始新聞歌手 屏東內譜 採訪報導